那今天的话找机会过来呢 就是想听一下我们现在在做的那两个IPO的那个进度 你们能先说一下吗 那我们那个是科创版的IPO 然后我们之前在1月底的时候 就跟上交所已经提交了申报版的资料 然后我们这段期间呢 就跟其他中介组织反馈之后 在5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提交了 一轮的反馈 然后我们看看后面是不是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些讨论 那看起来这个进度还是挺快的 归场你这边呢 我这边和Grace正在做的是一家 这个香港主板上市的IPO项目 然后目前呢 这个第二轮的这个评估的内容已经出来了 然后还在这个进一步的复合当中 出来的那个审计调整多吗 有一些审计调整 然后这个截止到现在 我们单体的这个审计工作已经完成了 包括就是给到那个CT component team的留言 然后也已经结束了清晚 预计在今明两天 然后呢要跟客户去沟通我们的这个审计调整 那你们就先沟通 然后我们愿意一下CFO看看 我们跟Grace啊 我们三个人下个礼拜的话就跟他们就汇报一次吧 嗯 可以 是 嗯 北京的市馆区呢 有很多外国风格的cafe的 天气好的时候呢 我也喜欢来一下这里喝一杯咖啡 晒一太阳 享受一下这一刻的宁静 我们购物习惯的改变呢 直接影响了零售业模式的变化 就好像这一座由电脑城 经过一年多改造而成的建筑 这里以人类的动约文明 和西域思路文物作为空间的设计风格 据说呢 艺术空间里面的壁画 是艺术家仿照古人制作壁画的方式 绘制而成的 令到我们买东西的同时呢 是有将艺术品带回家的感觉 北京烤鸭是用优质的肉食北京鸭 以果木炭火烤制 色泽红润 肉质肥而不利 外脆内暖 今晚呢 我请了我两位的香港朋友 来一齐试试这一道京城美食 你好 谢谢 叔叔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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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相对就是北京哥 很久没见了叔叔 今天还带新朋友过来 叔叔来北京应该超过30年 从1973年开始 文化大革命 一直到改革开放 一直到现在 整个过程我都能够经历过 人生之中是一个很特别的 文化大革命运 你来一年吧 一年 你觉得北京和香港有什么不同 我感觉北京和香港没有跟着 基本上非常方便 你看我现在 其实我没有带人包 也不需要带人包 因为一部手机 衣食住行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空气都很好 这几年都改善了 很好 以前就说有没有卖 那样 但基本上我来到北京一年 我都没见过 我只见到今天 好像今天的北京男 北京男 哈哈 哇 北京欢迎你 谢谢 谢谢 为了从探讨 辩论 反思的过程中 发展出多元的价值 我们会为员工定期举办 创新创意辩论大采 今次的辩题 是与人交往 讲我想讲的 只是讲对方想听的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是Dennis 再一次欢迎大家 正反双方从不同的角度入手 逐一将他们的论点 和论据陈述 作为主持人的我 真是等一众的评判头痛 因为双方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亦都非常之有说服力 赢的那一方是 反方的Tags反对 别看我平时这么忙 好像只会出去找好东西 其实我都煮得一手好菜 无论煎炒炒炸都难不倒我 今天我会邀请朋友到我家吃饭 那我就准备了这个饺子 北方日最喜欢吃饺子 饺子代表团圆 和朋友一起开心心 过个weekend 那为什么我会包饺子呢 就是我妈妈教我的 但是我妈妈去看我现在这个包饺子 我每次回到香港的时候 她都说我已经超越了它 喂 妈咪 喂 你在北京怎么样 是 正在做饺子 包饺子 包饺子 是呀 今天和几个朋友 四个人来吃 爸爸呢 爸爸在这里 在这里 我昨天看新闻 好像说现在打针 抽楼 打完了 OK 你之前回香港 大概7月中 因为我计算到时候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 要隔离21天 用隔离 那当然要了 要少一点 可以了 可以了 好了 我先做点东西 好了 OK 好 知道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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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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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时间刚刚好 喂喂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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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好漂亮 吃了再说 好 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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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试试 给点意见 好 但我不是伤害 是好 好 嗯 嗯 哇 什么咸 肥菜之肉 嗯 嗯 真的自己包的 是的 当然了 包整个下午 对吧 那些皮给我买的 我网上买的 我换了一家 之前那家粥子 帮忙吧 快点啦 我帮你了 我帮你了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最近的话好像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人员的 鼓动率的话也比较高 是的 就是我跟 布瑞奇现在在做的 那个IPO项目 因为最近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特别忙 然后呢 那个现在就有同事 然后提出 希望离职 但是我不希望他 在离开公司的时候 是带着一个逃避的心态 这个也 我觉得也是一个 康子里中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个 沟通的过程 我觉得确实是 对他们来说的话 学习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也听一下 他们的需求 然后看看的话 要换一个环境 换一个客户 看看他们能不能 学到别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 就先吃饭吧 来来来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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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压力大 任务凡总 是现代社会 打工一族 离不开的话题 为了舒缓员工的压力 和可以联络同事之间的感情 趁着2022年 北京即将主办冬季奥运会 今天我就带着一班员工 一起去学玩冰壶 在我的事业里面 其实有两位白乐 我今天很高兴 请了其中一位 就是我们华北区的主管合伙人 Hoffman 过来和我一起喝咖啡 做一些分享 Hoffman 你好 你好 很感谢你抽时间 今天和我一起喝咖啡 今天聊聊天 我觉得你在2009年 转移到国内工作 是非常明知的 而且也是很重要的抉择 可以说是转类点 我看到这么多年来 你其实各方面成长都非常之快 非常好 你现在其实已经是 就是我们公司帮中国企业 去到香港 美国尝试的专家 我看到其实在这么多年来 我们中国经济发展 给了很多机遇 而你也可以掌握到很多机遇 看到你中国成就非常之好 我也很开心 Hoffman 最后我想问一下你 如果现在有香港的年轻人 想来到国内发展 你会有什么寄予给他们 我觉得年轻人 应该要背一个客观态度 来到国内发展 应该要比较开放 接受挑战 勇敢去面对 要融入中国社会 我觉得前面有很多机遇 等于你们 我也觉得是 因为You only live once 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其实你每一天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挑战 我希望香港的年轻人 可以尝试 勇敢地去尝试 来到我们国内发展 经过了21年 我由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 到现在 是我们会计师事务所的大中华区 零售及消费品行业的主管合伙人 除了有百乐的提携 和行业的机遇之外 更多的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而我相信 在未来的日子 我会在这一条 自己选的道路上 继续走下去 急口令啊 绕口令 车大炮啊 不懂 羊毛嫂啊 不知道 訓吉 车大炮啊 这些话 热义颈啊 鸭仔 呃 呃 呃 我真的不知道 我这个